大家好 欢迎收看贬斗看电影 到了失婚年纪的8090后们 都应该有过见男女朋友父母的经历吧 一个人只身走进他的家庭 是不是感觉战战兢兢 风声鹤唳 十面埋伏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 讲的就是一次最恐怖的见父母经历 小黑哥跟着温柔漂亮的女友回家见父母 最后却把包括岳父母在内的女友全家都杀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电影《逃出绝命阵》 我们先听听他的故事 故事开始 屌丝小黑打小父母双亡 长得普普通通 平淡无奇 不是很有钱 也不是很有才 可他却有一个颜值很高的富二代白人女友 这种魅力值严重不对等的男女关系 在美国也不多见 所以小黑非常的缺乏安全感 尤其是女友最近喊他要拉他见家长 让他更加担心了 未来的岳父岳母能接受我这条件吗 他们会不会觉得黑皮肤配不上他们的白人女儿 就连他警察朋友小胖也劝他别去 毕竟跟这个女孩才认识几个月呢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 这段关系真的不那么自然 但小黑的女友看起来确实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她不仅能温言细语地排遣小黑的顾虑 还能义正言辞地怒对有种族歧视倾向的警察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的男人 女友如实说 小黑感动得一塌糊涂 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下 有钱人家的房子很大很气派 到了女友家 虽然岳父岳母都客客气气 看起来很热情 但小黑还是有些拘谨忐忑 不那么放松 女友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 母亲是精神催眠的心理医生 准备子成父业的弟弟也正在学医 已经离世的爷爷曾是著名的短跑运动员 参加过柏林奥运会 最终在预选赛上输给了一位黑人 让小黑感到比较奇怪的 是家中的黑人女仆和黑人园丁 这两人看小黑的眼神很奇怪 透着说不出是欢迎还是不懈的秘之微笑 而且行为举止十分诡异 女仆痴迷照镜子 没事自恋地剥弄头发 男园丁呢 大半夜朝着小黑狂奔 声称只是锻炼身体 小黑犯了烟瘾 作为催眠师的岳母 说要帮他戒烟 催眠术很强大 岳母一声令下 小黑仿佛坠入了黑洞 能听能见 就是不能说不能动 第二天 小黑发现自己再也不想抽烟了 岳父岳母举办了盛大的家庭聚会 宾客们都开着豪车进门 男园丁竟然跟这些上层社会来宾 热情拥抱 一副主人公的样子 女友把小黑介绍给宾客们 聚会上每个人都对小黑很好奇 对他的身体 肤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又是打量 又是发赞 甚至上下棋手 简直就像是在挑商品 白茫茫的人堆里 一个同为黑皮肤的哥们 吸引了小黑注意 小黑愉快地和对方打招呼 却发现他和女仆圆丁一样 言行 古怪 木论 举止 机械 僵硬 完全是个假黑人 身边还逆着一个 比他大几十岁的白人老女人 这都是些什么鬼 不会是这群老白 喜欢催眠黑人做性奴吧 小黑觉得这哥们有些熟悉 想拍照发给朋友 查查他是谁 结果忘了关闪光灯 假黑愣了几秒 突然狂暴起来 他扑向小黑 大叫着让他滚出去 滚出这个地方 现场一片大乱 小黑的困惑到达极点 随后经过女主父母的治疗 假黑哥恢复了正常 客人们也重新聚集在一起 玩起了冰狗游戏 但场面却似乎 更像是一场拍卖会 作为竞标者的老年白人们 还有明明是年轻黑人 但做派却像老年白人的假黑哥 再加上精通外科手术的医生爸爸 擅长催眠的心理医生妈妈 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 即使你没看过万能钥匙 恐怕也已经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经过这些怪事的折磨 小黑打算离开 令他欣慰的是 女友果断支持了他的决定 这让他好受多了 不管岳父岳母家多么虚假 多么古怪 他的女友始终是温热的 可爱的体贴的 小黑将似曾相识的 假黑的照片 发给朋友小胖 结果小胖认出假黑 其实是失踪已久的熟人 小黑恍然大悟 这家伙完全变成了两个人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此地不已久留 结果趁着女友收拾行李的时候 小黑偶然发现了女友的旧照 一张又一张 全是他和不同的黑人恋爱的合影 小黑惊呆了 这真的是一个大骗局 女友和全家都是社套来害我的 他们真的准备把我催眠成性奴 面对女友 小黑若无其事的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找他要钥匙离开 结果却被岳父岳母小舅子 团团围住不让出门 小黑狂催女友交出钥匙 一直温柔体贴的女友 却突然脸色一变 露出了可怕笑容 果然都他妈是一伙的 小黑身陷贼窝 四面楚歌 试图反抗 岳母敲杯施展催眠大法 小黑堕入黑暗 沦为阶下囚 密室中 小黑了解了这一切怪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女友一家垂涎黑人的身体 从医学世家的爷爷那辈 就开始研究白人和黑人的合体 终于他们发明了患脑手术 让爷爷奶奶患上了黑人园丁 和黑人女仆的身体 以此获得新生 他们还由此发展出一套产业 长期为土豪们提供黑人身体 那场所谓的家庭聚会 就是专门为小黑举办的肉体拍卖会 而手术的唯一bug是 一旦受到闪光灯的刺激 身体的原主人会暂时恢复意识 所以之前的一切疑点都得到了解释 女友一家专挑精壮的父母 双亡的单身黑人男子 以女友为诱饵 勾引上门 以催眠术施加控制 在拍卖会上代价而沽 最后完成患脑手术 下黑失踪 被患脑后判若两人 闪光灯帮他恢复意识 一句get out 当时听好像是叫男主滚 而实际是让他赶紧逃 园丁迎接客人 因为他就是爷爷 真正的一家之主 在夜间跑步 因为他曾经是短跑运动员 且对曾经输给黑人耿耿于怀 女佣照镜子 只是奶奶在观察 术后脑袋上的缝痕而已 种种铺垫 不一而足 真相揭开 如今的小黑就像带宰羔羊 随时会被换掉大脑 变成另外一个人 叮当叮当 催眠术再次生效 小黑昏了过去 正当小舅子给小黑松绑 准备做手术时 小黑突然抱起 砸晕了小舅子 原来 他的耳朵里塞满了 从椅子上抓下来的棉花 棉花帮他抵御了催眠的控制 随后 小黑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干掉岳父 赐死岳母 解决小舅子 撞飞女仆 眼看就要死在原丁手中 小黑灵机一动 掏出手机 只见闪光灯一闪 原丁恢复了短暂的神智 转身给了女友一枪 然后自杀身亡 故事的最后 警察朋友小胖及时赶到 小黑终于逃出生天 好恐怖 好变态的见家长经历 高攀不起 必有猫腻 跟万能钥匙一样的 换身份续命阴谋设定 如果男主结尾以悲剧收场 或许会来得更为震撼 悬念和惊悚效果都十分出色 不愧为2017最高期待的 悬疑恐怖片之一 恭喜你 节省了两个小时 又看完一部电影 听故事聊电影 我是贬斗看 关注贬斗看电影微信公众号 给我互动 或者见片